职场打拼的你 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老实芭蕉的干活 到头来生职家心 却没你的份 从不偷钱耍滑 脏活累活全干 工资却比新人还低 剃同事背锅 遭客户刁难 心里揭竿而起无数次 可还得硬着头皮去上班 出入职场时 我们拼尽十足 可干着干着 才明白职场不好混 畅销书作家马伯雍也曾感慨 光想想工作上的事 头发就一掉一大把 而他的著作《长安的励志》 正是一部古代版的社畜求生记 在他笔下 长安小丽李善德 一直兢兢业业 他是肯干 可就是这么个老实人 却最终落得个 消职流放的下场 长安的励志让我们看到 职场是片危机四伏的丛林 只有掌握了职场上的生存规则 才能避开雷须 不至于沦为炮灰 一 人越老实 死得越快 故事发生在天保十四载 杨贵妃授臣前夕 为了讨贵妃欢心 唐玄宗突发奇想 委派尚林蜀 指定一人为丽芝使 从岭南送来新鲜丽芝 为贵妃祝寿 岭南距京城五千里长路 路程超过一个月 可丽芝三日就变危 搞不好就得掉脑袋 但黄命难违 尚林蜀的官员们为了自保 便设计将这差事给了李善德 李善德42岁 科考出身 如是18岁 也算上林蜀的老人 一直以来 他都特别好说话 什么活都干 很少获人气争执 结果大家一和解 就把这件事推到他身上 有句话说得好 别人对你的态度 都是你允许的 工作中 你越是没有锋芒 越容易被欺负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太老实的人 只会让人肆无忌惮地坑害你 知乎上有人问 为什么职场上的老好人 总是第一个被干掉 自身猎头小雅说 每天傻干蛮干 到头来吃力不讨好 你窝窝囊囊地干再多 在别人看来只是傻 一旦被贴上老实人的标签 就代表着你可以随时被牺牲掉 做人别太温顺 凡是将点原则 才能护住自己 二 借势而为 借力打力 力之转运难如登天 李善德本想等死 但好友韩慧的一句话 提醒了他 韩慧说 你只要打着圣上的喜好 天下没人敢不听你的 李善德心想此话不差 虽然这个差事是个陷阱 但毕竟是黄差 当天他就以替圣上办事为由 向上林署要了三十罐银钱 去福宝寺要了张游一圈 去兵部拿到了唐红九州昆鱼图 李善德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 他决定亲赴岭南 进行实地考察 到岭南后 他照旧把圣上挂在嘴上 逼得地方官和绿光答应帮忙 但和绿光只是给了他一张通行蝴蝶 却既不出钱也不出力 然而这并没有难倒李善德 他把通行蝴蝶倒卖给胡商苏亮 并委托苏亮采买运送励志的一英物品 而他自己则昼夜不息地研究运送路线 进行运送实验 等到了最后关键时刻 李善德又借杨国中之手 对沿途二十四个周线进行调度 眼见这是能成 李善德才明白 做人就得有手段 办事就得会借理 商业教练古典曾说 越是普通人 越没有先发优势 越需要借力打力 利用头部力量 职场上 你办不成的事 就得找人帮忙 你拿不下的合同 就得借助团队优势 君子之命 借势而尽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远 借助强者的力量走得快 借力不是依赖他人的无能 而是一种协作能力和社交智慧 三 埋头干活 抬头看路 成为立职使之前 李善德一直是个职场小透明 想当年 他出入仕途 本想大战拳脚 可结果却是一直混基层 他供职的上领数 是一处采买机构 主要负责为皇宫采买果蔬秘剑 而李善德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接到命令 执行任务 完事交差 工作强度不大 但薪水也是少得可怜 使得他混到四十岁 还买不起长安一座房 好不容易要买宅子 还被卖房中介窜夺着带了款 日子过得更紧巴 背着房贷和全家人的生计 李善德不敢越雷池一波 朝廷的升迁考试 他不参加 高层的社交活动没他的份 能表现自己的机会也没空抢 这些年来 他就像老鼠赛跑陷阱中的老鼠 努力转圈跑却一直原地打转 用战术上的勤奋 替代战略上的思考 只知埋头赶路 不知抬头看天 想必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每天惯性式的打卡上班 每月到点拿工资还款 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 把自己活得疲惫又麻木 若想改变这种现状 我们只能暂停奔跑 重新找方向 定目标 恰如斯坦福教授威廉戴蒙所言 不想被工作困住 人得做有方向的努力 多关注行业动态 及时校准方向 多维度培养自己 不断调整目标 多与高人接触 适时转换赛道 就像书里的韩辉 一有闲暇就去各部门帮忙 不仅积攒了人脉 还能随时掌握朝廷动态 洞察时局变动 比起李善德 韩辉尽能抓住升迁机遇 会能巧妙保全自己 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 人要脚踏实地 更要抬头看天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都不能盲目瞒干 肯出力 更要多用心 四 与人共识 慎重承诺 励志使不好当 但对默默无闻的李善德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次机会 看到励志转运游戏之后 李善德一门心思的想法是办好 为了转运励志 他在岭南逗留的数月 与果农合宿量达成合作协议 他去果园考察和农户们朝夕相处 见大家顾虑重重 便拍着胸脯保证 朝廷最多要三十从立职 绝不砍伤果树 毁坏祖业 对待苏量 李善德也做出承诺 说一旦是成 朝廷肯定有家奖 还能减免他经商的说服 众人见李善德言辞恳切 都极尽所能地助他成事 可事情发展到后期 局面却脱离了李善德的控制 朝廷先是把励志收购数量增加到二百从 砍毁了整片励志园 断了果农们生计 后又斥责李善德不该结交胡商 逼他与苏量断交 一时间 李善德失信于人 不仅遭众人唾骂 还被苏量怀恨在心 苏量将用于励志保鲜的双层瓮全部砸毁 令李善德顿时陷入绝望 其实这是怪不得别人 怪只怪李善德承诺给的太兴帅 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把一切想得太简单 这世上的事向来变换莫测 不到最后 没人能保证结果 诺不清许 故我不复人 与人共事 说话要留个活口 给自己留条退路 尤其是职场上 千万别大包大揽 也不要随便说这是包在我身上 更不要开空头支票 让人空欢喜一场 真正靠谱的人 从不轻易许诺 他们沉得住气 稳得住心性 静观事态 才能应对从容 五无 人心善动 别吃毒食 为了完成使命 李善德悉心筹划了运送实验 他安排四路人马 按不同的方案往长安运送立志 正常情况 五千里路程起码耗时一个月 但在他的筹划下 最快的一只骑手 竟是一天跑到了长安 再加上立志保鲜技术和朝廷助力 宋立志这事 时有八九能成 他匆匆赶回长安 拿着他的立志转运之法 开始和各部门沟通 谁曾想 同僚们相互推诿 对他尽是敷衍搪塞 吃进闭蒙庚之后 李善德发现 协调人士比宋立志难多了 他再次向韩回抱怨 而这次又是韩回的话 令他瞬间清醒 韩回说 你一个人把事办成了 岂不是显得别人全是废物 是 人心善毒 别人不可能允许他一人出风头 吃毒食 李善德听罢 立刻把手工让给杨国忠 又公开答谢各部门 各驿站的帮忙 众人一见自己也登上了功劳部 纷纷出手相帮 五月下旬 李善德从岭南启程 终于在贵妃寿臣当天 上演了一期红尘妃子笑的千古传奇 曾国藩有言 利可供而不可独 独立则败 工作中 我们时常只顾办自己的事 却忽略了他人的感受 精心制作了PPT 直属自己的名 顺利拿下客户 直凸显自己的功劳 业绩完成的好 也觉得这是和别人无关 但别忘了 你越是彰显自己的优秀 越会招人嫉妒 造人暗算 工作中 适当分离 好处共享 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撩 知识故意 手本心难 李志远满送达 一番论功行赏后 李善德升到六匹 对混了这么多年基层的李善德来说 这无疑是天大的幸运 但如今 他却难以接受 一路走来 他看尽了民间疾苦和朝堂腐败 骨子里的正直善良 不允许他继续同流合污 他痛臣送荔枝的弊端 还当众击穿杨国中中宝私囊的丑事 气得杨国中即可收回任命 将他发配领南 众人替他不值 但只有李善德知道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卖掉京城的宅子 辞官隐居 时候躬身龙墓 不问世事 一年后 暗示之乱爆发 京城无数达官险贵 死于战乱 而李善德 阴差阳错逃过一劫 我们常说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炼达及文章 可真正的成熟 却是知事故而不是故 出淤泥而不染 社会是个大染缸 摸爬滚打中 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同化 但人活一世 内心总要有条底线 无论何时都要坚守证件 这不仅仅是对自我的约束 更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 豆瓣上 有条热门书评 长安的荔枝写的不是官场 而是职场 李善德也不是酒品芝麻官 而是无数小职员的缩影 不管是职场老人 还是新手小白 总能从这本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也曾闷着头只知道苦干 也曾因顶庄领导 得罪同事而吃哑巴亏 当摸透了职场规律 才恍然明白 做人不可太直 做事也要借力 但最终还是要守住本心 守住自己 职场是人生最大的试炼场 职场规则亦是生存法则 选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